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 我是姜坤俊医师 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其洗手 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 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 一般我们会推荐肥皂 湿洗手 因为它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 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 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 所以情况允许还是请你使用肥皂 湿洗手 会比酒精干洗手好 另外现在大家常常用赤裕酸水来消毒 在这边要告诉各位 赤裕酸水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 桌面的擦拭 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 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或刺激皮肤的现象 希望大家能落实清洗手 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